全世界最大的社交網站Facebook 在2021年Connect开发的大会上 正式宣布将公司的名字 由原来的Facebook改名为Meta 公司的标志 也从原来的带帽子的Like图标 变成一个近似于无限的标志 而这项举动 也引起了科技界的广泛关注 吴私人认为 这次改名的风波 标志着原Facebook公司正式进军 虚拟现实等领域 为发展元宇宙请下先机 原宇宙Metaverse 是指利用科技手段进行连接与创造 与现实世界影射与家户的虚拟世界 个被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 原宇宙本质上是对现实世界的虚拟化 数字化过程 它基于扩展现实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 基于数字轮身技术生成现实世界的镜像 基于区块链技术踏检经济体系 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系统 社交系统 身份系统上密切融合 原宇宙一次最早诞生于1992年的科幻小说 《雪崩》 小说描述了一个膨大的虚拟现实世界 在这里 人们用数字化生来控制 并商户竞争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到现在看来 描述的都是一个超前的未来世界 关于原宇宙 比较认可的思想源头系 美国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 弗洛文奇教授 是他在1981年出版的小说 《真名实性》里面 构思了一个将人老与设备连接 并获得感官体验的虚拟世界 原宇宙metaverse 由meta和verse两个单字组成 meta表示超越 verse代表宇宙universe 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 由科技手段障碍连接与创造的世界 而这个新的世界 将会与现实世界平衡 反作用于现实世界 以及存在各种高科技于一体 而世界最大的多人在线创作 虚拟世界游戏robots 亦都给出原宇宙不幸的六大要素 身份 朋友 沉浸紧 低延迟 随时随低 经济系统和文明 在核心技术方面 需要提升现时扩展现实的技术 例如AR和VR 提供一个真正沉浸式的体验 同时要做到将现实世界 镜像到虚拟世界的效果 增加真实性 同时需要制定一套完善的经济体系 令人们在原宇宙中都可以赚钱 买卖 除了核心技术需要解决 未来的网络布局 人工智能的发展 云技术的提升 老机接口的重大突破 都是构成原宇宙的先决条件 同时也要制定相关适合原宇宙的法律法规 而相关的法案的争议 也都会影响原宇宙的发展 在建设原宇宙的世界里面 同时也都需要解决大量的问题 在这个如此大型的网络世界里面 保护个人网络安全 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是如何避免形成高度垄断 原宇宙场景的实现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同时也要实现超大规模的连接 因此 原宇宙具有一种内在的垄断基因 需要避免原宇宙被少数力量所垄断 而原宇宙帐口的管理问题 也都需要长时间的争议和制定 在初期 原宇宙的应用面 主要集中在游戏 娱乐等领域 在未来 随着原宇宙技术和产业成熟度的持续提高 应用范围将逐步扩大 例如社会治理 公共服务都有重大的作用 原宇宙并不是一个突如其内的想法 它经过多年蕴酿 信息技术的变革 乌联网的发展都是推动原宇宙的基底 原宇宙是技术通过沉淀 用为整体后所自然产生的某种社会效应 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十年里面 原宇宙将慢慢走进大众的视野 为我们带来一个高度自主和开放性的世界